做出来的效果就是说 各位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看到有个Home 这个怎么做的? 其实还蛮简单的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的位置在Head上面 所以请你注意一下 要加按钮,请你在哪里? 在Head Head,就是说它的夜鎖的地方 也许它的名称叫Home 比如说我要加这个的话,要怎么做? 第一步,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就移到下面几页的Head 下面几页的Head Head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这个 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放在哪里? 放在绿岛机场的下面 Enter一下 把它放在下面 放到Head,反正这个区域里面 你按个Enter 打一个Home 第一个,输入一个Home 位置不要错 第二个的话呢 做超连结 选它 连结到哪里呢? 紧,应该是Home 因为我们上面那个叫Home Enter一下 它会有个超连结了 OK 所以做法上就跟之前做网页一样 打字做超连结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即时来看一下 它这个时候如果切过来 它会是出现这样子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吗? 但是还可以连结 只是说不是 那怎么变成我们要的呢? 接下来特别注意 请你利用什么? 这个标签里面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Icon Icon里面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叫做Home 第一个,请你把它改成Home DataIcon加上去之后 我们再试一下 DataIcon之后 我们即时看一下 这个时候绿岛机场一下 因为加了一个Home 没有作用 对不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 把它改成DataRow DataRow的部分 特别注意 第一个要把它改成什么? Button 对 Button一下 OK看一下它有没有变 变了对不对? 这好像上礼拜有讲过嘛 对不对? 再来的话 它的 可是问题 Icon是Home 如果说我今天不要有字的话 其实用拆的应该也可以拆得出来 它有没有一个标签 就是不要有字的 不要有字的 Icon 里面的话有没有一个叫 No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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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了 然后没有字的话 是 Icon Position 位置我们先调一下 位置它有什么? 上下左右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改成左边的话 这边有一个 Position 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有没有一个叫Notest 有的 就把它点下去看看 有没有? 在这边呢? 不过它的位置好像不对 所以应该怎么样? 把它搬加一下 搬到哪里呢? 前面 所以记住把它再移过来 我们把这个怎么样? 干脆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 放在哪里呢? 放在绿岛机场的前面 有没有? 把它贴上 放一个位置好了 放在这边 不过这样子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这样好像不太对 嗯 OK 所以 这个理论上 我印象中 是只要改 改两个地方 好像就OK了 画面先还一个 向下键 那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做? 特别注意哦 我再把它切回到原来的 那首先 第一个动作 就是说 我们如果希望做一个 Home的话 先把字打上去 那不过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刚刚这边有按一个Enter 晃航的部分 它好像会产生问题 所以 特别注意就是要把那个 晃航的符号给拿掉 好像就正常了 然后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两个地方的设定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 一个是 Icon加上去 Home 一个是Notest 这样就OK了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 那再来向下的动作 这个动作 我标准化再做一次好了 比如说 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删掉好了 那特别注意 它原来是像这样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要做 第一件事情 请各位就是 在这个后面 点一下 不过你按个Enter Enter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可能会多出现一个什么 这个P 实际上就是这个会干扰 刚刚做不出来 就是有多这一个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将来 看就直接在这边做好了 这边 我们先在这边再试一次 Home 先把Home加上去 然后超连结 选它 这个地方做超连结 然后 连结到Home OK 第二步的话呢 再来就是说 把这边改成 Home的Icon 所以这边有个Home 然后Persession的部分的话 改成NoTest NoTest OK 好 一个两个 那最后做完之后呢 特别注意 请你把 这个段落符号 其实我发现干扰就是它 这个P跟这个P拿掉 那怎么拿掉 我看一下是按Delete 会不会OK 如果把它Delete 可是它跑到 跑到Home里面去了 跑到那个H1里面了 所以反正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什么 搬到外面就对 不要放在 不要放在那个H1里面 就是不要有那个P OK 移回来看一下 好 有没有 移回来之后的话 反正是把刚刚那个P 开头跟P结束的东西 Delete掉 这样的话呢 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应该就会是正确我们要的 OK Home点下去 好 第一个的话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我要怎么样 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向下一页的按钮的话 很简单 Ctrl C 就是把 这一个 A H R E F 这个就超连结 斜线A就是它结束的地方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后面 贴到后面 因为如果说第一个按钮 它会自动摆在 左边 第二个按钮会摆在 右边 那我们只要贴上之后改什么 改这个连结 连结到哪里呢 把它改成Page 1 然后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Icon改成什么 改成另外一个 那如果说你另外一个箭头向下 做不出来的话 可以切到哪里呢 切到这边改 有没有放这里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向下 这个向下的话是Dash 应该是D D的话是Down 你就把它改一下 改成向下的 那一样是No Test 然后里面显示的文字 其实不重要 不过你把它改Nest好了 Nest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他们 我把这边结开好了 其实上面这个地方 其实有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 从这边开头 就是超连结到Home 结束到这边 另外一个是连结到Page 1 然后结束到这里 那分别改成向下 跟那个No Test OK 这两个东西 然后再来我们来试一下 做完之后呢 把它及时看一下 点击绿岛机场 效果是我们要的呢 这地方 有没有 Home跟向下 那向下Nest 应该不是Page 2 应该是连到Page 2 才对 把它改一下 这个第一页 应该连结到Page 2 然后 然后一样的动作 那 南疗机场的部分 如果你要做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怎么样 你可以 直接把 南疗机场的 那个黑的部分 一样把它贴上 这两个东西 然后改哪个呢 改那个 南疗机场 应该切到Page 3 然后再向下Page 4 再切回来Page 1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OK 好 试一下好了 这地方 那今天的练习的话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做完 那这个是一个作业 那另外会有个变化题 就是你们之前的网站 把你们以前106 那个 变化题 改成APP 我想应该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好 那把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